起初人員認真趕工 要在短時間內 將光纖搶修完成 而會突然大斷網 沒有辦法看電視 說不定判 是因為旁邊的基地起火影響 住在台北市內湖信義 南港家中使用 凱波大寬品上外用戶 從10號中午12點多開始 陸續出現斷網斷訊 讓大家好崩潰 尤其長輩沒電視能看 被迫出門 就是那個中午飯就沒有了 很久很久 好無聊 在家裡真的好無聊 都沒電視看 我想說本先生回來再處理看看這樣子 所以就沒有立刻做處理這樣子 事發三小時 業者警局臉書道歉 引來大批網友痛批 有人說第一時間 怎麼都沒有通知不負責任 客服打超舊才接通 抱怨根本無法工作 難道不用賠償嗎 凱波爾回應這回 並非機房燒會 而是外部線路光纖受損 要收復的話 必須把所有溶解點截斷 再重新接上 導致影響範圍擴大 截至晚上七點 進線客數降至一百以下 預計最快晚上八點後 大部分用戶能正常上網看電視 至於賠償部分 將會給予減免優惠 無需申請 對用戶造成影響業者也平平致歉 畢竟數位世代裡沒了網路相當不便 甚至有人因此無法工作或者前往咖啡廳辦公 而期貨原因人帶火吊人釐清 只是業者損失一時間恐怕難以估計 TVBS新聞終於龍思淳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